老周养了一只鹦鹉 他教鹦鹉说话 但是教了很长时间 鹦鹉只会说当然 于是老周决定把他卖掉 有一个人问 你的鹦鹉多少钱 老周说 一千块 那个人说 怎么这么贵 老周说 我的鹦鹉很聪明 那人说 你别说话 我来问问他 鹦鹉 你聪明吗 鹦鹉说当然 那人很高兴 买下了鹦鹉 过了一段时间 那人发现 鹦鹉只会说当然 他生气的说 傻子才会花一千块钱 买这样的鸟 鹦鹉说 当然 老周养了一只鹦鹉 把鹦鹉 향到鹤鹉 牵造软鹉 鹦鹉 鹦鹉 但是交了很长时间 鹦鹉只会说当然 但是 交 长 时间 支 当然 于是老周决定把它卖掉 于是 决定 把 它 卖 有一个人问 你的鹦鹉多少钱 问 老周说 一千块 那个人说 怎么这么贵 贵 老周说 我的鹦鹉很聪明 聪明 那人说 你别说话 我来问问他 别 问 他 鹦鹦鹉 你聪明吗 鹦鹉说 当然 那人很高兴 买下了鹦鹉 过了一段时间 那人发现 过 过 断 时间 发现 鹦鹉只会说当然 他生气的说 知 当然 生气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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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才会花一千块钱 买这样的鸟 才 花 鸟 鸟 鹦鹉说 当然 断 断